嗨 又到了分享的时间 那今天在分享之前 要先让大家猜个名 大家猜猜这样子多少钱 猜得出来吗 很骄傲的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某天 不对是今天 今天我原本想要做蒸蛋 然后我就去那个卖蛋的地方去买 真的是要有比较才知道 我先不公布这个多少钱 让大家想想 然后呢我就到卖蛋的阿姨那边去 看得到吗 两颗蛋 你知道他两颗蛋算我多少钱 我那个时候还心里想说 买两颗蛋顶多 6块钱吧 一颗3块应该很贵了 然后呢 结果No No不是 他跟我说两颗8块 然后我就 怎么那么贵 我还跟阿姨complet了一下 我说阿姨你的蛋好贵 他说现在已经有比较降价了 之前还标到1颗5块 然后就心里想说天哪 现在的蛋怎么那么贵 然后就心里想说好吧 然后就反正因为我一直买两颗 因为我自己想要做蒸蛋 然后当下又有一点想要吃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霸丸 霸丸就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 可是吃了会胖 真的吃了会胖 对所以呢 我就想说好 那我再去吃一个霸丸 然后在那边 小吃丹旁边在吃霸丸的时候 就想说看看那个 自己的手机里面 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 然后呢 我平常有在下载一个 城市叫做街口 然后呢 刚好看到 他在火车站附近 微风台北车站那边 有做活动 刚好我当下就在那附近 所以我就去参加了这个活动 然后就有这个成果 这些 好 那大家就是 知道是参加活动的 一定就是比较便宜嘛 所以大家心里有想法吗 这样一二三四五 五样东西总共多少钱呢 猜得出来吗 好 公布答案 这个呢 天然名茶 这茶一块 一块 这个 一块 这两个 一块 所以这样子 算是不错的 应该算得出来 现在这样子是四块钱 哇 我当下我就觉得说 赚到了赚到了赚到了 很开心 然后想说 哇 这个这么便宜 那我要去排队 然后就去跑去台北火车站排队 好 那现在就是到了分享的时间 对 就是要来分享吃它 那天然名茶 在台湾这边 大家应该都知道它的 茶 就是奶茶类很好喝 然后这个是珍珠奶茶中杯 然后这是董师傅的那个麻糬 本身是个爱吃麻糬的人 然后这个老洋方块酥 是以前有朋友曾经带给我吃过 我觉得是好吃的 然后呢 但是我这次买的是香葱口味 其实它有四种选择 有香葱奶油跟什么 忘记了 可是呢 我就站在那个前面 我不知道选哪 一个的时候我就 我自己啊 会喜欢问店员说 你最喜欢吃哪一个 他就说香葱 我就好 那就香葱 然后这个啊 这个金三角 看起来很好吃后 浓浓的奶酥的感觉 看得到吗 就是奶酥的那个方块的感觉 然后还有这个 巧克力的 其实我原本想点抹茶的 因为它在那个活动的专业上 是写说可以自己选择 可是呢 到现场的时候 他就说就是这两种 然后就是都已经是包好的 就是在排队的时候 等看板 就就已经有写了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这么便宜买到这些 就非常的开心 所以就来跟大家分享 好 第一个呢 我要分享的是这个 中杯的珍奶 我觉得天人名茶 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吸管 就是这样 就是包好的 你就不会怕说 它的吸管是不干净的 那这一次呢 我尝试的口味 是因为现在是冬天 有点不想喝冰的 所以呢 我尝试的口味就是去冰的 然后去冰的之外呢 无糖 因为心里想着想要减肥 没有啦 其实是纯粹不想喝糖 不然你要想要减肥 一餐吃这么多 而且再加上 我已经吃了一颗霸碗的前提之下 对 嘿 嗯 这种的话就是只有茶跟奶的香味 可是我觉得啊 那天就是看到他们这种 我去排的时候600多号 觉得好辛苦哦 在办活动的时候 尤其是在排这个的时候 麻吉的时候 麻吉的前面真的比较起来 这个跟这个金三角 比较多人排 所以因为 因为这两个刚好在一楼 然后这 这个方块书 还有这个比较少了 因为他就是在那个地下室 可能大家懒得走到地下室 我觉得也有可能 那我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勤劳的人吧 哈哈 一个勤劳的人 所以就是 冲啊 为了4块钱买到很便宜 很好吃的东西很多 对 好 这个 就是一如既往的香香的 其实我在排这个东西 这个是那个 我今天是买花生口味的麻吉 我觉得 最好玩的是 也不是算好玩 其实他们很辛苦 就是看他在那边包 然后就包好一颗 手超快的 然后他的台面就是空的 可能在我去之前 已经乱过一大乱了吧 就觉得他好辛苦 然后就是台面那些 有的口味啊 基本上都一扫而空 不然就是只剩下 不到两三颗 四五颗这样子 然后这个 好 要吃他的麻吉 嗯 嗯 我很认真的咬了一口 想要他呈现他这边的样子 我在那边看的时候 因为 他有四种口味可以挑 我记得有芝麻 红豆 花生 还有一个 嗯 真的脑袋好 我忘记了 然后呢 就看到他的那个馅料 因为我说他很熟 才有蘸面包嘛 然后 就看到他的馅料都好大颗 我就觉得 哦 感觉好好吃哦 就觉得好棒好棒 我就来 我就 好 那我今天 其实那时候有想要选红豆或是芝麻 可是就扪心之闻 问了自己最喜欢吃什么 因为其实有时候这种活动的时候就 呵呵呵 你就会莫名 莫名的就买了超过 可是可能有些东西是 你不想吃或是干嘛的 然后就想说我想吃花生 虽然说他很平凡很普通 最常看到 但是我就想吃 对 所以就买了这个 然后把吃完 很认真的有想要把它摆回 跟刚刚一样 大家有发现 他其实摆的位置 有点不一样吗 因为我刚 想一口把那个麻糬吃完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 呃 太大口 然后就整个呛到 因为花生粉就到喉咙那边 然后就呛到 对 那所以我呢 现在没有吃完 再来分享的时间 对我分享完就会把它get掉 好 再来 再下一个就是来吃吃这个金三角 我觉得它是最让我感兴趣的是 因为其实人员刚下很忙 也没有多的时间招呼我 可是我觉得最感兴趣的是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它的牛角的外面有一层这个 就感觉哇 升级版的牛角 有看到吗 从这边就多一层 然后这样 哇 多一圈 升级版的牛角 就很开心 并很开心的牛角 把它拆开来吃 我今天呢会先试吃两口 因为现在是分享 虽然说很想一下把它吃完 可是很想等分享完慢慢享受 这个牛角 它牛角面包非常的扎实 不会软软的 然后就是外面吃得到酥酥 就有点像 它是烤的 但是有那种低温慢烤层 然后又有油香味那种 嗯 这不错是 有时候店家办这种活动 其实知道它当下一定是赔钱的 可是如果说 它办这个活动有效益 然后客人会再回流 然后也会有新客人的话 可能就是看店家了 那我先来要咬这一大口 想要连着那个奶酥一起咬 不知道怎么样 嗯 它这个奶酥啊 是甜的 然后酥酥香香的 然后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奶酥 这种酥酥香香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好吃 因为它也有做到它的酥 也有它的香 但是如果 本身不喜欢吃甜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甜 好 这个方便 嘿嘿 是带回我的 然后再来 这个呢 它的名字很好听哦 叫做黑钻巧克力 黑钻巧克力 就是感觉很高级 钻石级的巧克力 然后 那时候心里想说 这个看起来 光看名字就觉得很好吃 不知道如何 好 来看它的侧面 金牛角 也是先吃牛角 我觉得这种牛角面包 烤的硬硬舒服香香的 就是这个比较硬 就是它的牛角的地方 就会脆脆香香的 看得到吗 它的面包其实还蛮扎实的 面包体 好 嗯嗯 这个牛角我在搬的时候 觉得它比较硬 虽然它吃起来 其实有比较脆的口感 可是不会让你觉得 嗯 硬 就是应该是说 有些是湿 翻的时候 它就是有煲 然后它的那个煲 感觉你还比较大力一点 嗯 这是脆的 咬中间看看 看会不会是软的 这就是它的侧前面 然后我发现啊 它在这样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 它在下面的地方啊 是比较软的 然后这边就开始比较绵密一点 然后到上面前面这边啊 就有比较深色的 看到吗 巧克力 黑串巧克力 然后在外皮一整圈 就是酥酥脆脆 所以其实你喜欢酥脆又带有软的口感的 这个会觉得是好吃的 而且重点是它这个巧克力没有太甜 是让人有点 可以当正餐又不会觉得太甜的东西 好 最后的这个 这非常带有实验性质 因为是问它说你喜欢吃哪一个 那我就把它拿来吃了 就买它 哦 大家有看到吗 它里面是这样 就是 嗯 一整包里面打开就是一盒 我以为它会是 里面有一小包一小包 跟我以前朋友分享给我的 一样 好 非常怕拿出来的时候有那个 所以我要拿出的板子 然后把它放上来 再把它拉出来 好 所以它就是 摆好的话样子会是这样 因为刚刚我 周车老针 他跟着我周车老针 所以已经 有点歪气扭吧 好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 有黑芝麻 然后有香葱 然后这个是糖粒 糖粒吧 应该是糖粒 然后 测切面 有点亮 这样好像比较清楚 好 测切面的样子 好 把它来吃 有了 之后就变这样 方块酥不愧是方块酥 可是它这个一点也不甜 如果我本身是喜欢吃咸咸香香的人 我觉得会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好吃 可是我本身有点喜欢吃甜的东西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它不难吃 然后而且很刷脆 但是如果平常想吃糖果饼干的话 可能会比较少的机会想到它 但是喜欢吃咸香的人应该会很喜欢这个的口感 所以人家说 吃东西真的是要看人 喜欢吃甜食的人就觉得甜食好好吃 可是不喜欢吃的人就觉得哇 怎么会这样子 好 不过它这个饼皮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 很多层次 大家这样看应该也看得到 然后它的每一层次都是非常的酥脆的 好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很开心跟大家分享 然后就是花了四块钱 买到这么多好吃的又美味又丰盛的东西 那这就是今天的分享了 那我要专心去吃了 大家拜咯